第二个是把光标移到行尾 用我们的$服 那么既然有行首和行尾 当然也会有文件首和文件尾 对不对 那么文件尾就用G 大写的G 大家注意Linux大小写识别的 那么如果要移到我们的文件首 就用1G就表示第一行 第一行的开头 第一行的开头 好我们来试一下这四个命令 我们先按ESC 回到我们的command这样一个模式 下面我们先给它挪到这一行的行尾 用我们的$服按一下 大家看是不是挪过来了 我按了一下$服 我们再通过按0给它挪到行首 挪到这来了 在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还有一个符号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符号 我们这还有这样一个符号 向上的尖角符号 在我们键盘上你可以找到 那么它也是挪到行首 但不同的是什么 0是挪到这个位置 而它是挪到这个位置 这个大家自己去理解 好我们来看一下 也给它挪一下 大家看是不是就挪到这来了 挪到本段字符的这个行首 好下面我们把它挪到整个文件的最末 是不是大写的G啊 好大家看是不是就挪到最末来了 那么我们挪到第一行呢 就是一G按一下1 再按一下G是组合的 是组合的 OK 好这个就是我们常常用到的光标的移动 那么同时如果用一个数字 再加上一个G 大写的G 就表示把光标移到第几行 我们现在来把这个 把行号弄出来 我们现在比方说 要把它挪到第25行 我们就先按出25 在我们的Command模式下按25 再组合一个大写的G 大家看是不是就挪到25行的行首了 那么同样的 如果我打算向下挪动几行 或者向上挪动几行呢 就按一个数字 通过加号和减号的组合来完成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再往下挪10行 就按10再加个加号 大家看是不是就跑35了 我再往上挪10行 就是10再加个减号 就又回去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这个就是我们最最常用的光标移动 大家只需要掌握这几个就行了 无非就是什么呢 在行里面的光标移动 在整个文件里光标移动 和跳行的这样一个光标移动 就这几个很容易去掌握 大家练一练 慢慢的用了 你就习惯了 好下面我们就再考虑一下 既然我们说了 我们在Command这个模式下面 有点像排版 那这个排版的话 我们也可能会用到删除 对不对 比方说我现在要删除这一行 或者删除这一些字符 怎么办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删除 删除我们是用X来删除光标位置的字符 这个X这个单词 我一直没有搞清楚是哪一个 而且我也查了很多的资料 也查了官网的很多资料 那么包括官网的帮助里面都没有提 它到底是哪个单词 但他们有一种说法 就是这个是来自于以前打字机的这样一个映射 以前的很老的打字机 按X就是删除的这样一个功能 所以我们就只能这样姑且记忆 所以在这些命令里头 有的是可以单用单词来理解的 有些你可能查无出处的话 那只能死进被 只能死进被 X是删除当前光标位置的一个字符 然后DD两个delete 两个delete 是删除光标所在的整行 那么数字再加DD 就是删除光标所在行 及以下的多少行 这三个很容易去理解 好我们现在先按X来删除 当前这一个字符 我比方删除这个X S 按一下X 是不是就删掉了 那我打算一直删呢 就按着X不放就行了 对不对 好 如果删到这整行呢 就按DD两个D 删掉了 如果我要删掉当前行 及以下五行呢 就按五DD 五DD 大家看是不是就全部都删掉了 这个大家理解一下 也很容易 也很容易去操作 对吧 好 那么下面我们再去 学习一下复制和粘贴 那么复制当前行 按YY 复制当前及以下N行 就按NYY 粘贴用P Paste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复制这个当前行 按一下YY 好 复制了 但是现在没有显示出这个效果 那么我们就试着按一下P 看能不能把它粘贴出来 大家看 是不是就粘贴出来了 我们再按一下呢 可以不断的粘贴 对吧 好 我们现在要复制当前行 及以下 往下的五行 那我们就按5YY 5YY OK 这就有一个五行 Yank的 这个Y就是Yank的意思 Yank的意思 那么我们再找到这个地方 我们按一下P 把它们复制出来 然后把它们粘贴出来 按下P 大家看 这五行是不是就粘贴到这了 当然你要把它删掉 我们刚刚才学掉 是不是 是不是很容易理解 五滴地对不对 五滴地 把它删掉了 好 这就是我们的复制和粘贴 那么恢复到 有的时候我们操作 操作错了呢 我们要恢复上一步操作 按U就行了 小写的U 我们按一下小写的U 看是不是又恢复回来了 又恢复回来了 那么下面讲一下查找和替换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面要去查找 去查找 向后查找的话 就是直接按斜杠 再加一个关键词 就是往后去查找某一个关键词 向光标以前查找 就是一个问号 再加我们关键词 就是向前去查找 那么当查找一个了关键词之后 它后面可能还会有相似的关键词 对不对 那么我们如果要继续查找下一个关键词的时候 直接按N就行了 就是下一步 那就下一步 按当然就是往上 按当然就往上 我们一般用小N就行了 好 我们来做一个演示 比方我要查找一下 我要查找一下offen 这样一个关键词 我们回车 大家看是不是就定位到这个地方了 从光标 它是注意啊 它不是从文件头开始 是从光标处开始查 那我想查下一个offen 是不是按小写的N就行了 我按一下 好 就定位到第二个 再按 再按 好 这就查完了 那么同样的 我把光标 我把光标挪到最后 然后现在我如果要往上去查一个offen 是不是问号 在offen 大家看是不是就查到这个地方来了 就查到这个地方来了 很容易操作吧 就查找 那么下面替换呢 替换如果是全文替换 我们是用的最多的 这有两种模式 一个叫全文替换 这个要进入到我们的命令行模式 要进到我们的 sorry 要进入到我们的底行模式 然后冒号 再加上我们的百分号和S 然后后面跟 跟你要替换的老的 老的这个关键词 和你要替换成什么样的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关键词 最后跟一个G 这个G就表示把它给 立刻替换掉的意思 立刻替换掉的意思 这个百分号加S是代表的我们的整 整篇文章 代表我们整篇文章 好我们来看一下 比方说 我要把整篇文章里面的offen换成hello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百分号S代表我们的整篇文章 然后杠老的一个词是offen 新的一个词是hello 再加个G表示立刻执行替换 回车 大家看它就显示我们有12处被替换了 涉及到12行 大家看我们是不是就已经替换成功了 是不是已经替换成功了 好我们通过U把它还原回来 还原回来 那么还有一种 就是我们刚刚在替换的时候 他是不是就没有给我给出什么提示 直接就让我们替换了 但有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干嘛呢 一个一个替换的时候能给我们一个确认 对不对 所以呢 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他给我一个确认的 所以我其实我们就可以在这个G后面 再加一个confirm 比方说替换成hello 我们刚才是G 再加个C 就是confirm confirm的这样一个缩写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这就它就会定位到第一个查找到的地方 然后他问是否要去替换成hello 你按yes 就会替换成hello 按y 就替换了 这个也可以按y 如果这个你不想替换就按n no 这个y no yes 这样的意思 好 这样就替换完了 好 再还原回来 对大家理解 那有的时候 我如果只是想从某一行到某一行 来做这样的一个操作 你比方说 我们想从第一行到我们看一下行号啊 我们只想替换这一块就从26行到32行来做一个操作 那么怎么来做呢 我们知道刚才这个百分号就代表整篇幅嘛 那么下面我们就用n1逗号再加n2 就是行 就是 首行 逗号 再加尾行 再跟上这个s 再跟上这个s来代表 从第几行 替换到第几行 比方说我们现在 就是 26行 到32行 别忘了 要加个s s代表 是我们要查找和替换啊 查找的意思 就从42期嘛 从26行到32行去查找 查找完了过后 我们要找的是旧词是offen 新词是hello 给它替换 执行个g 立刻替换 好 来看是不是就执行成功了 同样的gc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这里我就不演示了 好 这就是我们的查找和替换 那么这次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啊 这些命令我们就学完了 这是我们最最常用的 这些命令就足足以啊 当vm是非常复杂的 它的命令也非常多 这只是它的一个冰山一角 但我会告诉大家 我们99%的时间 用这些命令就够了啊 用这些命令就够了 所以大家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在在我们的editor 编辑模式下面 我们没有什么需要特殊处理的一些命令 那么在我们的底行模式下面 主要就是保存 那就是有保存和我们的设置命令 那么设置我们用的比较多设置行号 当然后面我们也还会用到设置别的 至于还有哪些可以去设置呢 我们可以去查官方的帮助 对不对 那么在我们命令模式下面就有我们的翻页 光标移动 删除 复制粘贴 恢复 查找替换 这几个类别 里面大概一二十个命令 总体下来我们就要去熟悉和记忆这三十个命令 大家下来要多去演练 多去演练一下 好 那么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一些小问题 比方说 我现在退出 我既然我们都学了这些了 我们 我们能不能给他试着用一下 你比方说 我要 我要去 编辑一下这个 first.c first.c这个文件 我删掉 删掉 删掉 好 我 按i 进入到插入模式 然后 打一个最简单的c语言吧 打一个最简单的c语言 然后include stdio.h 你用一个投文件 然后may函数 诶 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没有 我在 我在操作的时候 我在编辑模式 在我们编辑模式下 我想用什么 想用方向键上下左右来挪动的时候 他打出了特殊的字符 什么abcd 我现在其实是按的 照 我按的上 他就打出了个a 没有达到我们那个上下移动的效果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这其实是 我们ubuntu里面的一个小bug 一个小bug 他 他默认情况下 这个 这个也要看版本 有的版本的ubuntu 采用了一个兼容模式 采用了一个兼容模式 那么这个兼容模式 什么意思呢 就是 以前最早的时候 vi 我们的vi的上下左右的移动 其实 他不是靠我们的箭头符号 来进行上下左右的移动的 而是通过什么呢 而是通过我们的键盘 而是通过我们的键盘上面的 像 像一些 J K L 这样的一些 键盘指令 来进行上下左右的这样一个移动 那么 后面改善了之后 就可以直接的这样上下左右的移动 而且我们的 在编辑模式上面 也可以直接这样移动 以前是 很麻烦 基本上不让我们这样一来一去 都是在命令模式 来移动 所以如果按照以前的这种做法的话 我们上下左右确实是不行的 但后来全部都可以了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算是一个配置上面的小bug 我们在后面 有的版本 如果大家遇到了 可以把这个bug给它修复掉 当然 当然待会儿我也会去讲掉 讲一下 我们怎么样来修复 好 现在我们来继续打我们的代码 那我就采用什么呢 我就采用我们的 命令模式来进行操作 包括上下左右的操作的时候 我都用命令模式来弄 这样一个c元我们就做好了 这样一个c元就做好了 为了证明它的这样生效 为了证明它的生效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就编译 我们把它编译出来了 编译成了一个first 好 大家看 这是不是就打出来了 Hello Sunday 只不过我没有打换行 对不对 我没有打换行 所以它就连着了 好 下面的话 我们待会儿 我们会去解决这些bug 那么下面 我们要知道 除了vi之外 在我们lending下面 还有很多优秀的这些编译器 包括我们的emax 还有geedit geedit是我们图形这边的编译器 还有我们在做java开发的时候 甚至于我们c元 c++开发的时候 我们在后面 如果我们在上一开发里面 其实也常常会用到eclipse 也会用到eclipse 也不一定会用vi的 也不一定会用vi 比方说我现在要用geedit来编辑 这个geedit必须要在图形界面上面运行 用geedit来编辑我们的first.c 大家看 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就感觉 跟我们的windows记事板差不多了 是不是就方便多了 是不是就方便多了 这样子和ctrl加s进行保存就行了 用这种方式我们就会觉得 那就没什么好学的了 而且他还支持语法高亮 对不对 还支持语法高亮 好 但是在这里这些编辑器 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解释 不做过多的讲解 那么大家主要还是要掌握我们的vi 其实就是我们的vim的这样一个使用方式 实际上linux下面就光编辑系 我估计都有上百个 所以各种各样的便利器 如何去选择适合自己的 所以vi是我们基本功 vi是我们的基本功 那么事实上我们学习vi 我们把它总结一下 其实就这张图 大家下来把这张图看明白 你们的vi就差不多了 这张图呢我也把它已经放到这个地方了 已经放到我们的资源目录下面了 那这里他就会看 这有三种模式 这是我们的命令模式 编辑模式和抵行模式 这是抵行模式的查询和替换 这是抵行模式的设置 这抵行模式的保存和退出 这大家一目了然 在编辑模式实际上没有什么好 好需要去记忆的 只有个ESC 推出到这个命令模式 命令模式 I I是望左 这进入到左边 然后望A 就是从行尾开始进行插入 这个小I 是在我们光标的前面进行插入 小A 就是在我们的光标的后面进行插入 大A就在行手进行插入 这两个我刚刚没讲 但大家可以自己下来演练一下 平时我用的也不多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什么删除 粘贴复制 这些内容 这个是加入行 这个我们一般也可以不用 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上下左右的移动 什么KH K就是上 H就是左 J就是下 L就是右 现在这个已经不这样用了 直接用方向键 然后这个就是行手 这个就是行尾 这个就是页手 这个就是页尾 保存和退出 Z 然后这个是通过冒号切换到这样的一个底行模式 Undo就是U Redo就是点 是不是很容易去理解 好 这样一幅图 看我们把这幅图看好了 来检验自己 学的怎么样 来检验自己 学的怎么样 很容易去理解这张图 那么还有一些人画的比较复杂 这个图 这个图我就觉得没有太大意义去看了 这张图画的太复杂了 但是这些命令 其实跟我们刚刚这张图的命令是差不多的 所以这个图是最容易理解的 最容易理解 好 我们现在 我们关于这块 我们UO VI 以及VI的这些命令